今天早上在立法院 这个蓝绿的立委 尤其是女立委开司了 今天早上在内政委员会呢 持续来审 这个选拔法的修正草案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个蓝绿呢 都发布假冻 可是呢 就爆发了一些肢体的冲突 尤其呢 绿营这边呢 在走廊的时候呢 就说好热 就把窗户给拆了 甚至还占领了主席台 那蓝营这里呢 就转站到隔壁的会议室去 好 其实呢 大家看到的这个场面 火爆场面非常的多 这个大家有一些 推挤的状况 好 我们看到 李燕秋的新闻夜总会 然后这个脸书上面 他讲说 赖兴德号令 党内点起了大罢免的狼烟 那他说 明年一整年 台湾可能都会风火连天 但是呢 现在这个大阿格正文灿涉滩 恐怕也会让 他们这个酝酿的大罢免 底气不足 这把狼烟呢 有可能会反而让民进党惹火上身 好 我们继续呢 来看到 那今天的这个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最新的议程 这个国民党立委 徐宇珍他的这个版本 选霸法 他说要提高的门槛 已经抽掉了 那要改主审说 原住民选举相关的法案 以及吴秉锐连述的 这个加研版本 好 那这个选霸法 朝野的攻防 甚至呢 一些肢体的冲突 好 我们看到的是呢 这个基隆市长谢国良 现在的这个罢免案的部分 那他说 相信呢 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好 那战斗栏的发起人赵浩康 他就讲说 这次这个东岸商场 委外经营 检方呢 要来调查当时市府 大日跟Net的关系 所以呢 他也提醒 前任的基隆市长林又昌 要小心 转移焦点没有用哦 不要变成第二个郑文灿 这样子来呼吁他 那我们看到了 这个立委谢隆介就说啊 郑文灿呢 选择不投靠 所以出事了 那林又昌会怕嘛 所以赶快去投靠 所以赖清德 现在就不办林又昌 那林又昌接着又发动了罢免 因为呢 只有罢免了谢国良 才可能 不会被继续挖下去 就不会继续查下去 不会查到他之前呢 任内的一些 甚至弊案等等 好 我们看到呢 这个谢国良的罢免案 二阶的连数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缺失 就发现说 连数的这个名册 有很多的问题 包括呢 是没有依照李别来造册 而且呢 还有就是 序号有跳号的情况 还有重复 最严重的呢 就是正部分的不一致 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基隆市选委会呢 是已经证实 把这个 罢免 这个连数案呢 已经先退件了 好 那公民团体 这个山海公民拆量行动的 这个发言人 就说 今天下午两点呢 就会呢 再重新送件 重新送到选委会去 好我们看到呢 今天早上的 这个立法院的状况 藍绿立委呢 上演的全武行 包括呢 这个民进党立委 赖会员呢 就紧紧的勒住 许巧新的脖子 你看呢 这真的是 是不是有点危险啊 有点要置人于死的感觉 那去救援 去声援的 蓝委 王红威呢 也被立委给偷袭 好 还有呢 这个陈玉珍 也跟 王美慧 跟这个郭玉琴 黄杰 有一些这个冲突 互相的呛瞎 那国民党不理解说 要求立委跟市长的 罢免联数 上面都要付上身份证 可以来杜绝幽灵联数啊 民进党为什么要大动作杯葛呢 直言说 难道民进党的霸梁连数 就是这样子操民策 操来的吗 赖会员用暴力 放手了 赖会员用暴力 立委赖会员从背后 双手环抱 扣住许巧新 勒住他脖子 王红威赶来救援 内政委员会续审选罢法 民进党一早就狂倒 霸占主席台 不准开会 引爆冲突 你知道我干嘛 你知道我干嘛 你干嘛呢 王红威被绿位 林楚音看黄杰包围 狂出拳偷踹 全身被抓伤 另一头王美慧也和陈玉珍 抢东西上演全武行 但立院要修选罢法 民进党到底这党什么 从现行条文总统副总统 罢免联署人要附上身份证赢本 只要看不清名字 生日和身份证子豪都不算数 但立委县市长罢免 却不需要验身份证 国民党就怕会出现 幽灵联署和死人联署 认为至少要用身份证赢本 好奇到底哪里不对 难道民进党如此狂荡 只是为了要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 所以他们现在做的 这些联署的动作 难道就是在操民策吗 难道就是往生者联署吗 要不然为什么不能好好地讨论 所以民进党 你这样子的大动作的阻挡 你到底在怕什么 这就坐实了 民进党现在只不过是 想要用政治斗争 其实你的目标不就是谢国良吗 民进党狂倒内政委员会 加延罢免规范 到底用意何在 是不是跟罢粮案有关 看看这场杯葛混战 百姓都喊得出来 其实张哥风策的拍讲话了 而立委谢龙介 在这个昨天也到基隆去 去宣讲来力挺谢国良 好那同时他说 对于认真做事的谢国良 遭遇到这样的对待 他吞不下去 跟辞也掃放 下雨 这是台湾的 不钱不平 弃死谁是儿 Bl 같이 expose 对 outer siinä 对 你当时做台湾人头都 anticipation 發輸叫屁民對不對 總統贏了 要贏去吃 總統要繼續做 市長輸 你們就屁民 大賣相要頂選 議會輸 還要頂選 我跟你說 林岳昌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我們不敢說 你老公有檔檢察官叫你去問 但是 我是覺得有問題 所以 林岳昌選擇 陣文燦選擇不投靠 所以你來行的 不投靠我就幫你辦 林岳昌會嚇 所以瓜哥去投靠 如果請到你就不敢辦 接著又發動不便 因為只有不便 謝國良 不可以繼續喝下去 不可以繼續茶下去 對不對 我們小吃也不錯 因為真的為你們雞人人在打招 你們雞人的財產 去給我們定義去了 去好 把我放在那裡給他們 讓他們幾十人可以 沒有定義回來 雞人市政府 要他把登記下來 這樣可以就拔麵嗎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喔 沒有台幣子 我是看不下去 要不然我 我包隔天 我包隔天從這裡來 就還坐隔天車來 我們要開隔天車 我們要開隔天車 你們雞人人 我屯不了 你屯不了 你屯不了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音樂 音樂